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听众朋友你好 如果我在空中问你 你对于地震事务的资讯知道多少 你可能会觉得 好像有那种很熟悉的感觉 但好像针对细项的事务或者是服务 也许还是需要有一些专门的工作伙伴 或者是资讯的管道要来询问 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空中都可以好好的来陪你 一起来做 有关地震事务的功课 我们有邀请到特别来宾 是我们台南市政府地震局局长 陈淑美 淑美局长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淑美局长 我们今天有好多好多的地震事务 想要来请教一下 我们先从我们不动产的业务开始来讲解 好 有关于像是地震事务所办理不动产的相关业务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资讯要来提醒 我们听众朋友的 是 我们在全台南 有11个地震事务所 这11个地震事务所里面呢 就是可以接受民众的申请来办理登记跟测量的业务 还有实价登陆的部分 那这个我们现在的便民服务大概都做得很好 所以民众呢可以自己亲自到地震事务所去办理这些业务 也可以委托合格的地震事 就是考试及格有立案的 那接受我们市政府管理的地震事来办理相关的业务 那因为这些业务跟民众的身家财产 非常的密切相关 无动产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最近在坊间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 有很多的诈骗事件 比如说什么假租屋真诈骗 一不小心呢 就是说人家来租你的房子 就怎么房子就被人家卖掉了 对耶 有可能 对 或者是说真的是要办买卖过户 可是办一办怎么 就是不合格的业者就把它给捐款 或者把它的资料都弄跑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说关于财产权保障的一个问题 所以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 对 可是像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怎么去预防或是提醒自己 难不成要自己亲自跟着一起跑吗 这样就可能有点累 或者是一定要是在自己所谓的户籍区域的事务所才能够办理吗 这样子 现在已经很方便了 不一定要这样子 好 赶快来听一下 我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民众当然可以亲办 那有空的话就是亲自到地政事务所去办理 那这样的话还省去了付硬件证明这样的一个程序 就是本人亲自到场 然后出示身份证 核对身份无误 就可以不用付硬件证明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刚刚说的 要委托合格的地政事来办理 其实我们现在地政事非常的专业 那尤其是除了简单的买卖抵押权设定的这些登记以外 像民众有时候会遇到继承的案件 或是像这个出售的话有一些税务的部分 这个都很专业 因为一不小心 很繁琐 还有就是说那个税务上如果没有处理的好的话 没有办法结税的话 会付出相当高昂的一个代价 那所以合格的业者也是很重要 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地政事务所现在为了因应这些诈骗案件的盛行 所以我们有推出一些简单的一些APP 也可以让民众来及时了解自己的产权状态 比如说地级资讯异动的及时通 那民众可以到地政事务所那边去申请 或是用凭证来申请 就是说假设你的产权任何异动的话 那个地政事务所是会主动通知你的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推地级存折 地级存折的话呢就是可以让民众 感觉存折这两个都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我的不动产 我的身材财产会越来越多吗 对对对 就是你好像把一本存折翻开来 你就可以知道你这个过往 过去到现在你这个取得的这个财产资讯 都在这个存折里面呢都可以表现出来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凭证可以来查询 未来是 我刚刚讲地级存折是现在是 对那这个凭证查询的话它是一个未来式 你可以去查询到透过自然人凭证 或是公司的话透过工商凭证 就可以快速的去查询自己名下的一些地级的资料 而且最近啊你们有一个变明服务室出了对不对 是我们在4月1号已经启用了地政小而能工作站 过去民众可能要到我们11个地政事务所去申办登记部腾本 那现在呢很多的民众因为灾损或是要申请补贴 他可能需要这些登记部腾本的话 可以就近到他所在地的区公所可以来申请登记部腾本 我们现在目前台南37区里面已经有28个区公所 可以来申请登记部腾本 那未来其他的区公所呢也会陆陆续续的加入 是那如果真的有其他资讯的话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管道可以来询问 有的民众可以到辖区的地政事务所 我们全台南有11个地政事务所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台南市政府地级科来查询 那我们地级科的电话是 06-298-2804 直接找我们地级科 我们就会提供非常好的服务 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淑美局长 谢谢